各位大家好,这段影片呢我们要来介绍这个代定系数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是这个线性OD解那个particular solution的其中一种方法 他是解particular solution的一种方法 因为我们之前讲homogeneous,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讲了怎么解homogeneous的homogeneous solution 但是二阶线性ODE不是只有homogeneous,大部分都是non-homogeneous的 那non-homogeneous的线性ODE 我们前一半已经讲了,之前在线性ODE的介绍已经有讲过 这个non-homogeneous的线性ODE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homogeneous solu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particular solution OK,particular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olution呢,特别再注明一下好了 那homogeneous,我们现在这个来看的话,它是AY 为...哎呦,抱歉 我们的homogeneous是... AY2结尾分加上BY1结尾分加Y等于0的解 OK,这太特别注明一下哦 OK 这个homogeneous的线性ODE呢 这个homogeneous的线性ODE呢 有两...哎,homogeneous的线性ODE呢 哎,抱歉 那homogeneous的线性ODE呢 它的解有两个部分 homogeneous solution加particular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olution是原来的...原来的微分方呢 是g of x等于0的时候的解 OK 好的,那剩下... YH我们已经介绍过要怎么解 那剩下就是YP啦 particular solution啦 那particular solution有两大方法 第一个就是代定系数 第二个就是之后会讲的variation of parameter OK 然后这个代定系数法呢 这个代定系数法是... 比较特别一点 OK,那它的使用呢 其实有很多限制哦 OK 但是这个... 虽然说你会觉得它限制很多哦 不过它有时候还真的是比... 另外一个方法variation of parameter 还来的方便 因为variation of parameter 有时候到最后是需要做一些积分的哦 那这个... 积分积不积得出来 那这个... 这个当然就见仁见智了 那积分的难度呢 这个也是见仁见智了 OK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 先目前要介绍这个代定系数 and determine coefficient 它就不需要做到... 需要一些积分了 但可是呢 它的用法是有些限制的 而且它可能要做一些假设 所以呢 这个影片就是刚刚特别要讲 这个代定系数呢 它... 这段影片主要是介绍它的限制 OK 首先啊 这个代定系数法求YP 首先它第一个限制是说呢 这个长系数的线性ODE呢 才能使用 第一点很重要 长系数线性ODE才能使用 OK 那所以我们之前提的啊 什么科西尤拉 能不能呢 coach oil了 科西尤拉尾分方程式 然后non-homogeneous 情况下 可不可以用代定系数法求 particular solution呢 是不行 不行 科西尤拉方程式 non-homogeneous的科西尤拉方程式 不可以用代定系数法求particular solution 那它不能用代定系数法求particular solution 那它能用什么呢 那它就只能用另外一种啊 只能用variation of parameter 好的 这个代定系数法第一个限制 长系数线性ODE才能使用 那把长系数呢 再稍微的 大家再注明一下 长系数 无线性ODE才能使用 ok 好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呢 我们的g of x 它是g of x呢 只能是正弦余旋啊 多项数啊 还有指数函数啊 你才可以用这个代定系数法 ok 而且呢 而且呢 这些正弦余旋啊 都像是指数函数 都像是正弦余旋 然后指数函数 它们彼此之间呢 只能相加减或相乘 相加减或相乘 那我相除此不行不行呢 相除不 行 相除不 行 相除不 行 不行 这个g of x呢 只能是正弦余旋 然后多像是呢 还有指数函数 这些函数 彼此之间的相加减 或者是相乘 ok 不可以相除 ok 那这个我觉得呢 需要跟你们讲一些些 是跟你们就是 讲一下一些例子 比如说呢 嗯 我列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呢 嗯 我们看如果g of x是 哎 哎 哎呀 哎呀 我看一下 假设呢 g of x是10啊 或者是说呢 x平方-5x啊 然后15x-6加上8倍的exponential-x啊 或是什么三倍的sine的三倍 x-5x乘上cos2x啊 或者是说x很恶心 x乘上exponential-x乘上sin-x呢 像这些函数呢 这些函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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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是不行 什么是不行 什么是不行 什么东西是不行 打叉叉是不行的 OK 然后我用红色表示 嗯 这个 log 不行 log 如果你在g of x 看到log函数 就是不行 他不能用代理系数吧 那x-2 可不可以呢 不行哦 x-2不行 x平方-1 不行哦 因为这个不是多像式哦 那不是多像式哦 不是多像式哦 嗯哼 那这太太小了 OK 我就干脆不写 那我特别强调 什么叫做多像式 多像式 你那个 这个位置函数 比如说 x-m次方啊 x-m次方 x-m次方 然后m属于 属于自然数啊 这才叫多像式啊 就是正整数的意思了 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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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整数 x-m次方 m属于正整数 自然数呢 这才叫做多像式哦 x-2 这不是多像式哦 那所以同理啊 那x什么 二分之一次方啊 那也不是多像式哦 这也不是多像式啊 x二分之三次方 这个也不是多像式哦 OK 这不是多像式哦 那什么tangion啊 tangion是不是 tangion也不行 因为它是3x-cosx 它是相除哦 正弦与弦相除 那也不行哦 那所以你可见像什么cosx啊 什么secondx啊 什么secondx啊 那通通都不行 OK 因为secondx是1除以cosx cosx是1除以cosx 这个都不行 OK 那还有什么也不行呢 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的 比如说什么 根号1-x平方 这绝对不行哦 OK 它绝对也不行 然后还有如果你看到什么expansion x啊 然后除以什么1加1加什么x平方哦 这虽然说这个分子分母呢 都是这个分子是指数函数分子是多像式哦 但是因为它这个两个东西是相除的 OK 这两个这个这个1加x平方分次expansion x呢 是不可以不可以来来做这个代定 用代定系数法全YP的哦 OK 所以这各位呢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如果再举一个例子的话 什么1加1X平方分之1 这个也不行 这也不是多像式哦 也不是指数函数啊 啊 也不是正弦欲弦函数啊 那彼此间相加相乘也不是啊 OK 所以呢 这个GEO这个代定系数法呢 有它的限制呢 有两个 这这都影片重点就是要介绍它的限制哦 第一个限制 它只能在长系数线性ode的时候才能使用 OK 柯西欧拉方程式很抱歉 它不可以 它不可以用代定系数法求YP 不可以 OK 然后这个代定系数法呢 它 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是 你这个GEO这个外力向 只能是正弦余弦 多像是指数函数 这几种函数之间呢 彼此之间的相加减或者是相乘 OK 那没有相处哦 要注意 那下面有两个 我下面列的那个可以用 GEO可以用代定系数法 跟不可以用代定系数法的例子 这个希望各位要 好好的稍微的消化一下 OK 好好的消化一下 到底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呢 这很重要哦 OK 不是所有的GEO都可以用代定系数法哦 OK 那这个呢 就是这部影片所要介绍的重点 那下一则影片呢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这代定系数法 它怎么 它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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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 应该不是如何使用 它如何操作 这个怎么操作呢 也是一门学问哦 OK 好的这个是这部影片 我们先暂时就到这边了 这个我们下一则影片我们再继续聊 哦喂